先看看疫情的消息 香港昨天新增了一宗输入个案 没有本地个案 台湾的疫情仍然严峻 昨天新增了335宗确诊个案 在床单日新高 台北市实施第三级疫情境界之后 第一个上班日 开始实施实名制坐车 接运人流大减 有人甚至穿了保护衣 台湾的疫情一日比一日严重 新增335宗确诊 再创新高 当中333宗是本土个案 新北市首次双双单日破百 新北市再多148宗 以板桥区41宗占最多 台北市更加新增158宗 其中曼华区就占了89宗 这个重灾区的快速检测 阳性比率高达10.8% 以群组来分的话 台北茶艺馆有155宗新个案 86人去过曼华区 而难娱乐场群组就再多3宗 源头不明就有40宗 当局宣布 由这个星期三到下个月18日 暂停非台湾民众和无居留症的人入境 并暂停旅客到台湾转机 以保留医疗设施和防疫旅馆给本地使用 疫情也迅速蔓延到校园 双北市政府宣布 由星期二开始高中以下 包括小学、幼稚园、保习班和托儿所等 先停货两个星期 要照顾12岁以下子女的员工 都可以申请防疫照顾价 雇主必须批准 台北市政府说 没有办法只是限制曼华地区停货 所以双北同步实施停货 避免几十万学生聚集 全部在家里远拒上诞 这波疫情导致双北市 最少六间医院出现院内感染 台北就有医院设立户外门诊 禁止曼华和板桥的居民入院看证 台湾实施了很多防疫措施 例如承搭公共交通工具 要用实名制 做法就是鼓励市民 先在电子票上登记个人资料 万一有患者承搭公共交通工具 都可以方便追查行蹤 这项就有点像香港的安心出行 而台湾也推出了防疫照顾家 因应停货 有需要照顾12岁以下子女的家长 其中一位可以请假 而照顾家的期间 雇主可以无需出粮 但就不能视为缺勤或影响到奖金考资等 台湾的艺人都在社交平台呼吁市民 一起留在家里抗疫 例如郑家淳提醒避免去人多的场所 并以同岛一命 落实防疫为口号 岳队五月天 昨晚就联同艾人刘若英等 开网上的平台分享 互相陪伴 而台北市长阿文哲 日前记者会就提醒民众少点出门 期间就不小心出了宗旨 引起了网民注意 亦都有网民就幽默地说 我会乖的了 市长不要让我终止 新加坡的疫情都升温了 原定下星期三 香港和新加坡开始的航空旅游气泡 正式宣布 然后会在6月13日或者之前再公布 由于新加坡近期多了源头不明社区个案 现时未能够满足启动旅游气泡的条件 上方同意推迟启动 以保障两地旅客和公众健康 原本提供旅游气泡专机航班的 新加坡航空 支持两地政府延期的决定 又说如果旅客因为旅游气泡延期 不再继续行程 可以选择申请退还机票 未使用部分的款项 和获豁免取消预订的手续费用 同样有份提供专机航班的国泰 也都说 就住有关旅游气泡的航班 会提供免费更改机票或者退款 新加坡单日再新增28宗确诊 21宗社区感染当中 有11宗找不到源头 另外10宗就与早前个案有关联 看到台湾新加坡以及其他邻近地区的疫情 那么紧张 这些都是香港人热门的旅游地区 都替他们担心 防疫一体全球一命 要为每位抗疫中的地球人打气 大公报社评 黎智英涉违反国安法被捕 保安局日前根据香港国安法宣布冻结其一传媒七成股份等个人资产 违法就要承担后果 这个和所从事的行业无关 更加和新闻自由 没有任何关系 冻结疑犯个人资产 绝非香港首创 而是通行于世界的普遍做法 更重要的是 黎智英涉违反国安法 已经是罪证确作 长期以来 他披着传媒的外衣 进行反中乱港的恶行 动资只是第一步 预约警方获得足够的证据 敢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 将是预期之内的事 看看其他重点新闻 保安局引用港区国安法 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资产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 已经充分考虑掌握的资料 又强调危害国家安全是严重罪行 政府必然会严厉执法 一传媒开市前庭牌 以待发出有关保安局 冻结控股股东黎智英持有资产 和公司持股的声明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出席 破别罪行委员会议后说 是根据港区国安法的实施细则 决定冻结有关资产 而黎智英已经被起诉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不适宜公开细节 我是充分考虑了我掌握的资料之后作决定的 我在这里强调 危害国家安全是严重的罪行 我们政府必然是会严厉执法 追究到底的 以及去打击防止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我们是会严厉地用法律的有效手段 确保这些行为 是会面对法律的制裁 而冻基资产是重要的一个措施 今次我们所採取的行动 是依据法律去打击一些 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与新闻工作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任何人他从事什么工作 都必须守法 对于有报道指 《苹果日报》将会在今年七一前被取替 李家超未问到当局有没有计划这样做 个别媒体的运作 是他个别媒体自己的运作事情 在这里我必须清楚讲述 任何涉及违法的行为 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 我们是会严厉打击的 包括用我们法律上所赋予的权力 我们是绝不辜息 香港电台记者陈杰文报道 前年十一国庆日游行案开審 民政召集人陈浩环 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十名被告 承认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 法官暂定下星期五宣判 因为其他案件复刑的其中四个被告 李卓人、何秀兰、黎智英和梁国雄 由囚车押送去到区域法院认讯 其余被告还包括陈浩环、吴文远、 何俊仁、杨森、善仲佳和蔡耀昌 不要放弃民主自由 因为这个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应该有的东西 基本的权利我们不应该放弃 政府秋后算账 要将我们禁于牢獄 然后使到市民要灭声 我可以告诉大家 纵使我们的估计很大可能 我们将会为十月一日或十月二十日 或者六四的集会游行失去自由 但是我会和大家说 我们不会后悔 不抗不悲 显然面对 初心不改 信念长全 Vice for freedom Vice for freedom 案情说在前年十一当日 十个被告带领游行起步 沿途有叫口号 游行队五下午两点多抵达中环之后 李卓人宣布民阵原定的游行路线结束 但他和陈浩环、梁国雄并没有协助疏散群众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群众继续向西环的中联办方向进发 部分人就回到金钟政总一带和湾仔聚集 港岛多条主要干道被堵塞 期间有人占据德库道中和干乐道中 也有人在政总外面扔汽油弹 警方要用蓝色胡椒水驱散群众 十个人分别被控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他们各承认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 吴文远和蔡姚昌亦分别承认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其余八个被告的同一控罪获法庭全党暂不处理 陈浩环、李卓人、梁国雄和何俊仁另外被控一项 善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说他们前年的9月30号 在中审法院外面共同善惑公众参与十一的游行集会活动 全部人都认罪 法官胡雅文星期二会处理其中六个认罪被告的保释申请 他们暂时按原有条件保释 而法官下星期一就会听取各个被告求情 在下星期五判刑 香港电台记者陈梁军报道 华大基因一名员工月初确诊新型肺炎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说 怀疑员工在鄰近实验室休息室留宿时 受病毒DNA感受病毒DNA污染 相信是个别事件 政府专家早早到大埔华大基因实验室 以及为有关人员的样本进行化验的安球医学化验所试察 初步相信那名华大员工是在实验室隔离的休息室过夜 期间受病毒DNA污染 之后一日到元朗采养站接受检测 验出对病毒呈阳性 她睡着时很多时候她的口罩都会退下来 当她的DNA在空气里面如果有的时候 她会吸入了进去 我相信今次只是个别事件 再发生的机会应该是非常非常低的 而且再说一次就是 DNA本身是传染性的机会是极未极未 基本上差不多是不应该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觉得不需要因为担心这件事 会引起在这个实验室里有大量的传播 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 袁国勇说已经建议华大的实验室 夜晚没有人的时候都开着紫外光灯 这样可以将新冠病毒DNA杀死清除 减低员工被污染的机会 香港电台记者陈建文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 昨日发行最后一版纸本 在头版上印上再会告别读者 他们还精选了历年的经典新闻 包括2003年创刊的时候 纪念台湾首位因为沙士事件殉职的抗疫英雄 陈正秋 到今年台铁太老角事故 为18年的子本营运画上句号 而台湾苹果日报上星期宣布 由于营运亏损、广告流失 加上香港政局恶化、新闻自由被打压 所以停止止本发行、集中发展网站 昨日有不少台湾人去买最后一份 《苹果日报》留念 亦有香港人托台湾朋友买报纸 出版人彭智敏在社交平台说 台湾朋友昨天早上五点起床 去便利店买最后一天出版的《苹果日报》 只剩下一份 之后还要跑到其他便利店 亦只剩下最后一份 虽然网络搜寻很方便 但对于一些珍贵又有新闻价值的资料 大家都希望保留子本作为记录 不过为历史记录的人 也没有想到可能会受到刑罚 内地有一群致悦者成立了端点声网站 将一些被政府删去 而受到社会关注的议题文章或资料 上载到专用的网络平台 让网民有机会重新看 这些文章包括纪念疫情期间 吹哨人、武汉医生李文亮的报道 端点声的义工陈梅和蔡伟 去年4月被指涉嫌尋印滋事罪被捕 被扣押超过一年 案件上星期在北京的法院审理 指控中指网站上有很多不实讯息 煽动人心 被国家领导人和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两人在庭上认罪 法院未有当庭宣判 而近期香港也出现备份潮 香港电台早前宣布 将在YouTube下架已播出一年的节目 港台发言人说 有关安排就只是与港台的官方网页看齐 提供12个月的节目重温 不少网民就呼吁大家下载影片备份 以保留历史真相 科技先进 大家都可能会将一些宝贵的资料放上网 希望给公众日后都看得到 而内地义工被指控的尋印滋事罪 香港暂时未有 但看看他们的指控带来什么启示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 这些录音带和录影带和一些电脑的辞碟 都是储存档案的方法 会不会成为保留历史真相的一根稻草呢 明报报道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出缺两年 梵蒂江公布教中方制割 任命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周首人接任 一度被指属业满人选 被视为开明派的教区负利主教夏志成 以及被指教亲北京的教区神父蔡惠文 未获任命 今次是教廷 闲有委任属修会神父空降到教区任主教 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 周首人多次强调宁定学生 但不代表是认同他们所为 有学者分析 教会最大难题是如何修补黄南撕裂 又形容周首人 愿意与不同人沟通 相信他想任后可以发挥优点 苹果日报报道 政府上年度有1860名公务员辞职 有21名政务官辞职 总流失率大约5.21% 属十年间高位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 公务员离职原因各异 但认为公务员留任吸引力下降 和新制母退休金 以及年轻人就业文化不同有关 至于哪个部门 辞职情况最严重 聂德权说手上没有确切数据 有公务员工会代表说 近年公务员的职业保障不稳定 也是因素之一 连在社交平台上发言都要小心处理 加上宣誓安排 令新入职公务员留任吸引力大减 北上 公务员工员工程